四只企鹅闯进国家级的黄金储备仓库 却对里面的黄金不感兴趣 而企鹅们想要的是仓库里售卖机上的炸薯条 原来这天是其中一个企鹅的生日 他们闯进这里 只为拿到炸薯条作为礼物 送给其中的企鹅 那么这只企鹅为何连黄金都不要 只要炸薯条呢 这还得要从很早以前说起 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马大家斯加的企鹅 很早以前 有三只并不安分的企鹅 他们分别是企鹅老大 老二科斯基 以及老三瑞哥 这其中瑞哥最有特点 因为他是大卫王 能吞下很多东西 并且吞下的东西还能藏起来 他们在一次姻缘祭会中 从一群海豹口中 救下了一颗企鹅蛋 后来企鹅蛋破裂 小企鹅出生 三只企鹅感到十分惊喜 小了很久 才决定给这只刚出生的萌企鹅 取名为菜鸟 而他们原本就有脱离现有生活的想法 于是就索性带着这只小企鹅 一起飘出了南极洲 去探索未知的 有趣的世界 果然如他们所愿 他们顺利来到了人类的世界 并且因为他们的身手和智力 得到了人类的认可 让他们在中央动物园里 有了份待遇很好的工作 眼看一年时间过去了 今天是菜鸟的一周年生日 作为菜鸟的哥哥 企鹅三兄弟 想给菜鸟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份礼物就是炸薯条 他们觉得很好吃 但是这个炸薯条 在一个售卖机里 而这个售卖机 在国家金库里 进入国家金库 对于这些企鹅来讲 并不难 因为他们在人类社会混了一年 已经学会了 如何使用一些高科技工具 并且身手也比以前更好了 于是他们成功进入了国家金库 满金库的黄金 对他们来说如同尘土 他们的注意力 全集中在了那台售卖机上 菜鸟就这样 高高兴兴 蹦蹦跳跳的 拿着金币 去售卖机前买炸薯条了 可是突然间 菜鸟被卷了进去 而且还成了售卖机里 货架上的东西 他的三个哥哥 感觉到了异常 纷纷上前查看 却也都被一一卷了进去 这时候金库的看守人员 听到了动静 进来一看 竟然发现 售卖机里有四只企鹅 顿时感觉不知所措 这时候 那售卖机突然动了起来 原来藏在里面作妖的是一只章鱼 那一只章鱼不管不顾 带着售卖机 撞翻了看守人员 跑了出去 当在半路上 有辆直升机来接章鱼时 我们才知道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计划 果不其然 当四只企鹅再次醒来时 陌生的密闭环境里 走进来了一个人类 但是这个人类并不是人 随着他的衣服被撑破 坏章鱼彻底 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刚开始 坏章鱼并没有想到 这四只企鹅身手那么好 因此也就懈怠了一些 这一懈怠 直接让这四只企鹅 施展拳脚 又逃了出去 这坏章鱼哪能甘心 于是就派了 手下的几个章鱼前去追赶 当他们追赶这一处小巷子时 四只企鹅一看 没了退路 就只好停下来准备输死一搏 那至这时候 一只猫头鹰从天而降 赶趴了一只章鱼 随后附近又出现了一只 拿着长枪的北极熊 北极熊一枪 就电倒了一只章鱼 再然后 一只老狼 也出现在了四只企鹅眼中 原来 他们就是正义动物世界里的 北风特工队 老狼是特工队的队长 他们邀请四只企鹅 去他们的总部参观 因此也能确保四只企鹅的安全 在特工队总部内的大屏幕上 坏章鱼进入网络 来和他们视频通话了 刚开始因为没有开语音 坏章鱼说什么内容 大家都没听清 还是企鹅提醒了一下坏章鱼 坏章鱼才一通操作之后 打开了语言 开始讲述了他的由来 以及目的 原来 他原本也是中央动物园里的成员 并且十分受宠 但是这四只企鹅 一年前的到来 抢尽了他的风头 章鱼怀恨在心 心生忌妒 便产生了报复这些企鹅的念头 他要把世界上 所有的企鹅都抓起来 然后通过自己研制的变丑药水 让这些企鹅都变丑 以此来达到他心里的平衡问题 北风特工队停完之后 正义感爆棚 他们决定 利用自己赋予的高科技设备 给予这只坏章鱼严厉的打击 此之企鹅 此时也是热血澎湃 明确表示 想要参战 但是北风特工队的这四个成员 都十分骄傲 他们认为 这四只企鹅是弱者 不能参战 于是 就让北极熊将他们打包了起来 送上飞机 准备将他们运回南极老家 可这四只企鹅 哪里显得住 他们在飞机上 正破快递纸箱 然后打开了卸货的通道 一时间 飞机上的所有快递 连同他们四只 一起掉入了半空中 半空中 企鹅老大又领位不乱 只和伙伴们寻找一个有冲气垫的快递 在找到了之后 他们利用了 瑞哥巨大的肺活量 成功在落地之前 将那冲气垫充满气 冲气垫落地之后 四只企鹅刚好 也落在了冲气垫上 他们利用冲气垫的缓冲 与反弹能力 成功着陆 然后他们顺着一处地下管道 开始行走 当他们从地下管道的另一边出来时 发现来到了中国上海 并且恰好那只坏章鱼 早已放出消息 收获在上海这里 抓捕最后一只 很有名气的美人鱼企鹅 于是四只企鹅决定将计究计 让菜鸟假扮美人鱼企鹅 引出坏章鱼之后 他们利用海豹的冲击和鲸鱼骨 成功让坏章鱼摔倒 并且罩住了它 此时 北风特工队也正好赶到 可是那坏章鱼却脱下 它用来伪装成人类的衣服 顺着管道逃跑了 而此时 当地的一名工作人员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扮成美人鱼的菜鸟 抓了起来 挣进了水池中 想让美人鱼企鹅继续表演 坏章鱼刚好借助相同的管道 成功混进了水池 抓走了菜鸟 菜鸟的三个哥哥一着急 就抢走了特工队的飞机 特工队这边也不示弱 一个铁钩就勾住了飞机 一般僵持之下 飞机在半空之中爆炸 它们只能共同挤在一艘原船上 坏章鱼的基地内 章鱼为了恐吓这些企鹅 并让它们看了一只蝗虫 在变丑药水下的效果 企鹅们的尖叫 满足了坏章鱼扭曲的心理 而三只企鹅与特工队 来到了坏章鱼的基地后 决定合作 三只企鹅 引走了坏章鱼的看门手下 北风特工队趁机杀入解救 不料被提前埋伏好的章鱼手下抓住了 随后 另外三只企鹅也被抓住了 在三只企鹅面前 坏章鱼决定给它们看看 它们心爱的弟弟菜鸟 是如何变丑的 但是药水注射之后 菜鸟就不见了 它以为是菜鸟太弱小了 也就没有在意 转身并对这三只 经常给它捣乱的企鹅 注射了药水 并成功让它们变丑 随后 坏章鱼又想杀害特工队成员 正在危急关头 菜鸟突然冒了出来 成功按了机器的停止按钮 救下了特工队 原来之前第一次 被坏章鱼抓走要逃跑时 是它的哥哥 利用藏在身体内的环形针 打开了门锁 成功救出了它们 菜鸟离开前 觉得那环形针还有用 被又将的哥哥丢弃的环形针 捡了起来 放在了自己身上 这才有了变丑之前 菜鸟消失的那一幕 因为它偷偷利用环形针 给自己开了锁 但是特工队的成员告诉菜鸟 坏章鱼很强大 他们必须拿到武器之后 才能去对付它 菜鸟觉得 它应该用它三个哥哥的方式 也就是先行动再计划 在行动中找机会 于是菜鸟就只身前往 章鱼们离开的方向去了 菜鸟弱小的背影 让北宫特工队顿声敬意 另一边 心满意足的坏章鱼 带着它的成品 也就是一群变丑的企鹅 来到了人类世界 当人类看到了这些 变丑的企鹅之后 进口万分 并且启用大型吸尘器 将它们吸进去消灭掉 正在这时 菜鸟再一次扮演了英雄角色 它偷走了坏章鱼的 变异机器 开到了广场上 利用于企鹅老大吸尘的感情 菜鸟唤醒了企鹅老大的记忆 随后又以同样的方式 唤醒了其他两个哥哥的记忆 这时的北风特工队也赶了过来 他们驾车撞倒了一群章鱼 并且成功炸掉了坏章鱼的飞船 可惜也被吸尘器吸了进去 最后时刻 菜鸟为了救出同类 只能牺牲自己 它将自己的身体连接了机器 通过自己的萌花力量 成功让所有变成了企鹅 变回了原样 巨大的能量变动 也使得那大型吸尘器的阀门 再次被打开 企鹅们都活蹦乱跳的出来了 尽管菜鸟因为牺牲了自己的盲气 而变丑了 但是 它却成为了别人眼中的英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有谁天生是弱者 虽然菜鸟之前跟着三个哥哥时 备受照顾 但是同时 它也从它的三个哥哥身上 学到了不屈不挠的 勇敢的精神 这样的精神 在最后菜鸟孤身一人 抢占坏章鱼的变异机器时 得到了体现 随后 菜鸟牺牲了自己萌萌的外表 拯救了自己的同类 它成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所以 当我们怀疑自己时 一定不要放弃自己 要在自己没有表现机会的时候 多学多看 一旦有了机会 我们才能成功完成 自己想做的正确的事情 变成一个真正的强者